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由于培训时间有限,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在线培训。 首先谢谢各位参加由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举办的停课部停学系列讲座。 为了保证培训的品质,培训中会静音各位的声音,并分享主讲人的屏幕和PPT。 如果有问题,请先记下来,等结束后再统一发问。 如果是澳科大的老师或学生,麻烦进来将登录名修改为MUST加老师加历称,或者MUST加职员加历称,又或者是MUST加学生加历称。 这场培训的PPT以上在自图书馆的导航中,大家可以留意和下载。 这场培训的主题是AMELO,电子资料库使用叫站,希望对大家的学习、研究和教学工作能有所帮助。 下面就欢迎本次培训的主讲人孙老师为大家做讲解。 孙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我刚刚忘记我已经把我自己禁音了。 那个,跟各位同学说,跟各位同学说好,大家好,那个可以麻烦就是Celia帮我把那个share screen解开。 好,你可以分享你的画面。 好,那我来分享我的画面。 那,请问各位现在都看得到我的画面吗? 看到。 好,那跟各位同学说好一下,我是AMELO,负责做教育训练讲座的讲师。 那我姓孙,大家可以叫我San就好。 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培训之前,想先跟各位安利一下,就是我们AMELO在4月的时候办了一个 跟东京奥运有关的有奖争打活动。 那对各位MUSC的同学和老师还有职员来说都是免费参加的。 那如果各位对荧幕上面这三样就是奖品有兴趣的话, 欢迎各位到上面这个QR Code或者是这个网址这边进行参加。 那要先跟各位就是提醒一下的是,因为里面有一些文章是 MUSC作为我们AMELO的订户才能够阅览到的内容。 所以要提醒各位,如果你在学校的话,那要先连上学校的WiFi 这个系统才会认识你是AMELO的订户,然后让你看这些内容。 那如果你在远端连,就是你人在家里或者是不在校园内的话, 那你要确保你的这个装置,你的电脑或者是你的平板手机 是有远端连线到就是澳门科技大学的这个图书馆资料的那个功能, 它才能够认得你,然后才会让你看到里面的内容。 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呢,主要是要跟各位介绍如何使用AMELO的线上电子资料库 来进行一些参考资料,学习参考资料的查找。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跟各位简单概略带一下 今天我们未来的大概45分钟左右的时间,会跟各位介绍哪些内容。 第一个部分是一个不可免的案例,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AMELO是一个怎么样的出版社。 然后呢,我们会跟各位介绍AMELO提供哪些免费资源是各位可以去利用的。 再来,我们会进入今天的重头戏,跟各位解释如何使用AMELO的线上电子资料库 来寻找对各位的学术研究啊,或者是作业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参考资料。 那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个Q&A问语答的环节时间。 那个时候就是Celia他们会,就是你们学校的图书馆员会开放让大家提问的时间。 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你现在可能因为被静音所以没有办法说, 那也许你可以考虑把你的问题留在那个chat,那个聊天室那边,等会我会去看。 或者是等会大家的静音功能被解开了之后,你可以出声提问。 好,那我们就立刻进入第一个部分。 要先跟各位介绍AMELO是一个什么样的出版社呢? 我们AMELO是一间在1967年创办于英国Bredford这个地方的一个学术出版社。 那我们的创办人原本是Bredford University的一个商管科系的教授。 那他一直以来在做研究的时候,就觉得说, 目前市面上的研究没有100%合他心意的。 他总是觉得说,这里可以挑一点问题,那里好像有一点不满意。 那他有一天就想说,那我既然找不到完全合我用,完全合我意的参考资料, 不如我就自己创一个出版社,然后自己出版这些完全, 对我来说完全100%满意的学术参考资料吧。 他这么想,他就这么做了。 于是从1967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50多个年头, 现在AMELO的主要出版品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部分是学术期刊,各位所熟知的学术论文, 大部分都是刊载在这类的期刊里面。 再来是学术专书以及商馆方面的个案研究。 那从1967年到现在超过50多年, 我们已经, 我们的出版的这个领域和范围已经比起一开始, 只有专精在商馆方面, 我们已经又做了一些扩张。 当然因为商馆还是我们的核心的领域和强项, 所以你可以看到荧幕上面这些出版的领域, 还是以商科或者是管理方面的领域居多, 但是我们也拓展了我们的触角, 开始设计一些比如说工程啊, 然后还有教育啊, 还有旅游管理等等。 那这个方面, 如果您是这方面领域专业的学生的话, 非常欢迎你来使用今天我们AMELO的资料库, 来进行日后参考资料的搜寻。 那如果您的领域没有被列在这上面的话, 可能您的专业的内容会比较少出现在我们的电子资料库里面, 但是因为电子资料库的使用方式, 每一家出版社虽然可能界面有些差异, 但是基本上那个使用的逻辑和原则是八九不离十的, 所以假使您的领域没有被列在这个荧幕上面, 还是非常欢迎您继续听下去。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说明AMELO有哪些免费资源是提供给各位的。 那如果各位是同学的话, 您可能会在比如说大学生活时间的安排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烦恼, 或者是您可能觉得说学术写作, 我需要有人帮我做一些提点, 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写报告, 我不知道怎么查资料。 那这个时候呢,非常欢迎你到这个网址来, 这是我们公司的, 我先把它切换到另外一个分享屏幕, 这是我们公司出版社的总网站, 要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AMELO Group Publishing这一个网址, 跟我们等会儿说的线上电子资料库的网站, 这是两个不同的网站, 现在荧幕上显示的这个是我们出版社的总网站, 但是等会儿电子资料库如果你要查参考资料是另外一个地方, 之前我在办这类的讲座的时候, 如果没有特别强调这个会有同学的事后跑错地方, 所以我现在发现我一定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好,那你到了这一个AMELO Group Publishing我们出版社的总网站之后, 进来之后就是首页的样子, 那你在左边这个侧栏这里往下滑会看到一个资源区Resources, 资源区呢我们有针对各种不同身份的人提供的免费资源, 那今天是办给同学们的讲座, 所以我们以Student Zone这里为范例来跟各位说明, 点进来之后你往下滑会看到根据不同主题做分类的各个系列的不同的文章, 比如说像这个Write Essays Like a Boss, 就是教各位如何写学书报告, 如何写学书的论文, 或者是如果您对要如何引用参考资源有一些烦恼的话, 也许可以来这里找到灵感, 或者是如何做研究啦, 或者是如何安排你的大学生活等等, 这个是常驻的常态的免费资源, 那就是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去免费取用, 那我们回到AMELO Group Publishing出版社总网站的首页, 往下滑你会看到有一个就是我们CEO总裁的照片, 他的照片的下面第一个原点这里有一个free for anyone to access, 这是因应这个疫情期间我们限期免费开放的一些资源, 已经根据不同的主题帮您分文别类都已经整理好了, 比如说有COVID-19的主题啦, 或者是远端学习,远端教学, 或者是healthcare等等, 不同的主题都有相关的免费开放的资源, 是限期开放的, 所以很鼓励大家, 就是如果最近隔离在家,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的话, 可以上来看一看这些参考资源, 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powerpoint来, 好,那以上的部分是Emerald的一个概略的介绍, 以及Emerald所提供的免费资源, 接下来要进入的是重途系, 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Emerald Insight又是什么呢? Emerald Insight是我们Emerald的线上电子资料库, 刚刚我们说了Emerald的出版品主要有三类, 书、期刊和个案研究, 那这些这三类的出版品, 绝大部分的内容我们把它电子化, 然后放在了这个线上电子资料库, 各位可以透过这个QR Code扫描, 或者是输入这个网址去连接,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从贵校图书馆的网站, 让我来带领各位去进入我们这个Emerald的线上电子资料库, 好, 现在荧幕上面显示的这个是各位应该很熟悉的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的网站, 那你进来了之后这边有一个搜寻条, 你点选最后面这个Tab资料库, 这里输入Emerald之后你进行查找, 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我们Emerald的资料库, 你可以从这里连接, 或是直接输入我刚给各位看的那个网址, 那因为我现在人不在澳门科技大学, 我也不是你们的学生, 所以我点进去之后他会给我看这个画面, 照理说如果各位是澳门科大的同学, 或者是职员, 或者是老师的话, 你应该就是登录了之后, 就可以正常的进入到我们的电子资料库是没有问题的, 好, 你正常进入到我们的电子资料库之后, 看到的会是这样一个画面, 这就是我们电子资料库的首页, 那如果你进来之后看到的背景图片跟这个不一样的话, 请你不要担心, 你并没有去错地方, 这个背景图片是我们就是公司的网站一个比较创意的一个功能, 他大概每两三分钟会换一张背景图片, 让你每一次进来都有点心意吧, 好, 所以如果你看到图片不是长这个样子, 你不用担心, 那给各位进行一下导航, 你进来这个首页之后, 就上面有一个黑色的这个栏位, 在最右边有一个这个注册register的功能, 刚刚我们说了, 贵校的同学, 老师和职员, 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网站来去搜寻, 你们订阅的内容, 那同时呢, 也可以从澳门科大的图书馆的网站去做连结, 都可以的, 那不管你是从澳门图书馆的, 澳门科大图书馆的这个搜寻栏, 就直接搜寻这个相关的关键词来查找参考资料, 或是你直接上我们这个Emerald Insight的网站查找资料, 只要是澳门科大订阅的内容,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点阅, 只要你是澳门科大学, 就是有图书馆账号, 有图书馆有效账号的同学, 那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查找, 你在哪个地方阅览, 阅览到的内容, 只要是跪下有订阅的内容, 都是一样的, 是这种基础的查找和阅览的功能, 是不受任何的限制的, 但是我们网站上面有一些网站独家的功能, 是只有申请我们网站的这个免费会员才能够使用的, 那独家功能是什么, 我等会儿会跟各位做进一步的介绍, 现在我们先跟各位说要如何申请这个免费的会员, 像我们刚刚说了, 你到这个注册这里, 按进去之后, 下面会有三个栏位, 请你填有打信号的姓名和email address, 这个email信箱, 这两个是必填栏位, 请你填第一个第二个就好, 第三个栏位请你空白不要理它, 再声明一次, 第三个栏位请你空白不要理它, 就是我最近一直在重复的讲这个讲座, 但是我发现有很多同学在事后还是来写信来问我说, 第三个栏位他不知道要怎么填啊, 第三个栏位请你空白, 他是选填的不要理他, 好, 填名字和信箱, 再来这里打勾之后, 按送出, 马上你的信箱, 你填写的那个信箱会收到一封注册认证信, 里面有一个连结, 你点选那个连结之后, 他会请你设定一组你喜欢的密码, 设定完密码之后, 你回到Emeral Insight, 点选login, 然后呢, 你输入你设定的, 你输入你当时设定的那个email账号, 还有你设定的密码之后, 完成首次的登入, 你就完成了你的注册, 好, 那我们回到Emeral的首页, 现在我已经是登录的状态, 那你看就是现在这个背景图片已经又换了一张, 那各位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这个, 从去年更新了我们电脑制造库的平台之后, 这个首页的样子, 就走一个极简峰, 应该跟各位平常使用的百度, 或者是Google, 这种搜寻引擎都是还蛮相近的, 所以我相信各位可以很直觉的知道, 你要搜寻任何关键词, 就到下面这个搜寻条, 那选一个您有兴趣的关键词, 我今天以print列印来当示范, 进入了之后, 你再按这个放大镜, 就可以进行搜寻, 那我们可以看到, 打了一个关键词之后, 你搜寻出来的结果, 哇, 有六万两千笔, 这么多笔搜寻结果, 你要一一的看过去, 然后确认这篇文章的内容是我要的, 这篇文章跟我的研究无关, 我不想看, 你要这样浏览过去是挺花时间的吧, 所以呢, 这个时候有两种办法, 去有效的缩小你的这个搜寻结果的范围, 第一种办法是, 像刚刚这样, 进入搜寻之后, 右边这个侧栏有一些筛选的条件, 你可以去点选, 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来缩小你的搜寻结果的数量, 或者是第二种方法, 你可以在一开始, 还没有开始搜寻的时候, 我们先回到Emerald的首页, 在你还没有开始搜寻的时候, 点选搜寻栏下面, 这里有一个Advanced search, 进阶搜寻, 然后从一开始就先设定一些, 你想要设定的筛选条件, 从一开始就直接把你的搜寻范围, 变得更精准化, 来缩小你的搜寻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进阶搜寻有四个栏位, 可以让你选择, 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第四个部分, 总共有四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来意义地跟各位细细解释, 这些栏位分别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首先第一个勾选的栏位, 是要让各位选择这个, 你想要搜寻到的文章的类别, 如果你想要搜寻到的是学术期刊的论文, 请你勾选Journal Articles, 如果你想要搜寻到的是一本学术专书的其中一个章节, 请你选择Book Part, 如果你想要搜寻的是商管方面的个案研究, 请你选择Case Studies, 那最后有一个特别的类别, 我想各位可能会相对不熟一些, 那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个类别是我们Emmanuel自己创的分类, 基本上Early Sight的分类下面的文章和Journal Articles分类下面的文章是大同小异的, 唯一的差别是Early Sight下面的这些学术论文, 它是非常非常新, 非常年轻的学术论文, 为什么会这样呢? 好, 跟各位说一下这个背后的原因, 假设今天我是一个论文的作者, 我是一个学者, 我要投稿一篇论文, 那我预计投稿的这本期刊呢, 它每年固定出两期期刊, 那一期固定是在每年的六月初, 另外一期固定是在每年的十二月初, 假设我现在投稿, 并且我的稿件收到了这个期刊, 他们官方的通知说, 你的这个论文写得很好啊, 我们想要刊登这篇论文的时候, 是一月, 那你想想看啊, 从一月我要等等等, 等到六月, 我的文章才会有, 因为第一期期刊出版了嘛, 才会被刊登出来, 中间这五个月的时间, 我的文章要默默无闻地躺在出版社里面, 不会有人看见, 不会有人引用, 那学术的文章上面, 抢时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思考看看, 假设今天我投稿的文章, 我的这篇论文是跟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论文, 我一月的时候写出来, 我写的是一月当下的那个情势, 你想想看, 一月的情势跟六月的情势能一样吗, 我们六月到现在我们已经四月了, 我们都无法预期六月的情势到底是什么样, 所以你想想看那个五个月的时间, 是把他浪费掉了, 假设六月的时候, 一月新冠肺炎的文章才被刊出来了, 那应该已经跟时事和这个整个疫情的情况, 应该已经不太一样了吧, 所以呢, 我们Emmerl就比较贴心的特别设计了一个功能是, 只要这个学术的论文已经通过了这个严格的期刊的编审的审查, 已经确定总有一天这篇文章是会被出版的, 只是这篇文章还在等那些其他的文章一起集结成一起被出版, 还在等的那段时间,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early site, 提早放上去我们这个early site的分类里面, 这样他就能够一被认可, 就是一通过那个学术审查, 已经确认了他的品质是和之后被出版的一模一样, 完全是品质有保证的之后, 各位就可以在early site这个分类下面看到这些很新很新的文章, 也就是说呢, 这个journal articles跟early site的文章基本上本质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early site的文章, 它还在等, 还没有被集结成一起出版而已, 那如果各位在搜寻参考资料的时候, 你希望搜寻到的是非常非常新, 像婴儿一样年轻的学术论文, 期刊论文的话, 请你点选early site就好, 那如果基本上大家通常搜寻的时候, 你锁定的是论文, 你没有特别要非常非常新的, 那我建议你同时勾选journal articles, 因为基本上这两种啊都是学术论文, 而且early site并不会因为他比较年轻, 就品质上面有任何的缺失, 他已经通过严格的学术审查了, 不管你是要阅览他或是引用他, 品质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请各位放心, 好, 确认完了, 第一个这个栏位之后, 接下来下面这个栏位是让你输入关键词的栏位, 我们跟刚刚一样选用print这个关键词, 那进阶搜寻一个很特别的功能是, 你可以设定这个关键词出现在这篇文章的哪一个地方, 比如说假设我希望这个关键词出现在这篇文章的标题, 我选择title, 如果我希望它出现在这篇文章的大纲, 我选择abstract,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搜寻的不是关键词, 不是这个文章内容的关键词, 而是比如说我想要搜寻的是一个机构, 那我选择contributor, 那搜寻这个contributor的意思呢, 就是跟这一篇研究跟这篇文章有关的相关机构, 它可以是这篇文章作者出身的学校, 比如说假设是澳门科技大学的教授, 他投稿了一篇文章, 那他如果有在他的文章里面标明说, 哎呀我是澳门科大的教授哦, 那你在搜寻栏这里输入澳门科技大学, 然后选contributor, 就可以搜寻到这篇文章, 或者是假设这个研究, 它是由某个机构赞助的, 那你输入那个机构的名称, 选择contributor, 也可以找到这篇文章, 或者是最后有一个选项是DOI, DOI呢它是一串号码, 基本上呢就是每一篇学书文章, 它都会有的自己的身份证号, 它是不管这篇文章发生什么事, 永远都跟着它不会动, 不会改变的, 即使这篇文章它一开始出版的, 那个出版社倒闭了, 这篇文章转手换了别人出版, 这个DOI也是不会变的, 所以假设你已经知道这篇文章的DOI了, 你可以选择DOI, 然后在这里直接输入内串号码, 你就可以非常精准快速的直接搜寻到那一篇文章, 但是呢通常我想以我们绝大部分学生的身份来说, 是不会知道DOI这种这么详细的资讯的,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设定在Title这里, 好, 进阶搜寻有另外一个很方便的功能是, 你可以同时搜寻不止一个关键词, 那如果你觉得关键词的评计太多了, 你再把它关掉, 好, 那我们回想一下, 刚刚我搜寻print之后的搜寻结果, 有很多都是跟现在非常热门的这个3D列印有关, 所以我来看看第二个关键词, 我给它选择3D, 好, 进阶搜寻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是, 你可以设定这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 假设我刚刚看了搜寻结果, 有很多搜寻结果都是跟3D有关, 但是也有一些不是跟3D列印有关啊, 那我想要确保我搜寻到的每一篇文章都确定是, 既是3D而且也是print的文章的话, 那你把这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设定为end, 如果你刚刚看了那个搜寻结果, 你觉得说好像有太多都是3D列印, 可是我不要啊, 我只要列印, 传统的列印, 我只要print, 我不要3D, 那请你把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设定为print, 但是没有3D, 就是print, not 3D, 假设今天你表着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情, 你觉得我纯print也可以, 我纯3D也可以, 或者是有print没有3D也行, 有3D没有print都行, 这种很广泛的情况请你选择or, 那我们今天暂时先选择end来做示范, 一样把3D设定在标题这里, 接下来下面这里是你可以很自由的去设定, 你希望搜寻到的文章的出版年份, 好, 一般而言, 就像我们刚刚在上面解释这个early site的时候, 跟各位说明的一样, 一般而言, 学术文章, 学术参考资料, 是希望我们的追求是越新越好, 因为像我们刚刚说的, 它比较符合现在实施的脉动, 所以呢, 一般而言, 我们会建议在这里输入的年份是比较近, 比如说2015到2020啦, 2019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旧一点, 老一点的文章就失去它被引用的价值, 或失去它存在的意义, 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写的是一个文献的回顾, 你可能需要写在某一个思潮, 某一个主义, 它在1920年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呢, 那跟现在我们2020年经过100年的时间, 有什么样的差异, 或者是你可能需要展现一个不同时代的时候那个思潮上面的变化, 总而言之, 你有的时候也是会有需要, 比如说搜寻1970年到1980年代, 这种稍微久一点的年代的这个文章, 那这个时候使用这个Date Range的功能, 你可以很自由的设定它, 就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搜寻的是3D列印这种比较吸引的题材嘛,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近一点的年份。 好, 最后这个栏位Access Type讲的是这篇文章的阅览权限, 刚刚我们在有讲征达的宣传的时候, 有一再提醒各位有这个阅览权限的问题, 因为我们出版社的文章大部分是走订阅纸, 就是如果你不是澳门科大的学生, 你没有这个订户的身份, 因为学校有付我们订阅费嘛, 你不是订户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文章, 有点像各位在用的那些影片串流软体, 比如说什么爱奇艺啊, Netflix啊等等, 有一些内容你没有付钱, 你没有付订阅费, 你不是订户的话是看不到的, 是吧? 那所以呢就会有一些阅览权限上面的限制, 那在这里你可以选择, 有的时候呢你在搜寻, 你在搜寻的那个结果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很多结果, 但是上面有一些会显示一个红色禁纸的标志, 那你点进去之后就会发现, 这篇文章它可能这本期刊, 澳门科技大学是没有订阅的, 那你可能就会面临到你看不到这篇文章的问题, 那假使好巧不巧你搜寻的那个关键词出来的结果, 很多文章都刚好不是澳门科技大学订阅的内容,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烦, 你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好不容易搜寻出来, 结果好多我都看不到,觉得挺烦的,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善用这两个设定来帮你确保, 你搜寻到的东西都是你能够看到的, 首先第一个设定是only open access, open access这个分类下面的文章呢, 是我们免费开放给所有不管是不是订户都能够免费无限制的, 没有设限的阅览的一类文章, 不管你是不是澳门科技大学的学生, 不管你有没有订户的身份都能够去看它, 但是这一类分类下面的文章毕竟还是少数, 所以呢我会建议各位直接选择第二个选项, only content I have access to, 那这一个分类下面的文章就确保一定是澳门科技大学, 有订阅的内容, 并且同时也包含了上面前面这个open access的内容, 就是谁都能够看到的内容也被包含在这个里面了, 但是要提醒各位, 你选择这个only content I have access to的选项的时候, 一定要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你要吗, 要人在学校里面连上学校的WiFi, 不然你就是要有远端连线能够阅览图书馆资源的那个远端连线的功能, 这样系统才会认识到, 这个人这个电脑是澳门科大, 澳门科大的这个订户的电脑, 他才会知道说这个人我可以让他看, 好, 你设定完了所有的选选条件之后, 按search之后, 就会, 你看, 我们这一次设定了选选范围, 我们的搜寻结果立刻从62,000笔减少到了148笔, 好, 那我看了这个搜寻结果, 我概览了一下, 就好像每一篇文章, 我今天的搜寻范围设定的还挺不错的, 每一篇文章都跟我要做的研究, 都跟我要做的作业蛮有关系的, 但是我一时之间, 一时半刻, 看浏览不完这么多文章, 上课中想了, 我必须人得走了,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会想, 我明天还想要再回来看我这一次搜寻的结果, 可是我不知道, 我明天还会不会记得, 我是怎么搜寻出来这一些文章的, 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 就是我刚刚说的独家功能, 只有在我们网站上, 你办了这个免费会员才能够使用的功能是, 在这一个绿色的横条的最右边, 有一个储存搜寻结果的功能, 你点选这个之后, 它会帮你把这一次的搜寻结果储存起来, 下一次, 你再回到Emerald Insights的首页的时候, 你登录之后, 右上角在登录的旁边, 有一个Safe Searches, 储存的搜寻结果的这个地方, 你点进去之后, 你会看到, 在这里, 我们已经帮你把上一次的搜寻结果已经储存起来, 按下去, 你就会回到当时的这个搜寻的页面来, 你可以重新开始看, 上次还没看完的文章, 这个是我们网站的独家功能, 因为是免费的账号, 所以很推荐各位去办一下, 好, 那我们搜寻到的结果, 我们就以这个第一篇为例, 这个第一篇文章, 你看了一下, 我觉得目前为止看标题, 好像跟我的领域, 跟我想要做的方向挺相关的, 你可以在下面点选这个卷轴, 概览一下它的大纲等等, 决定要不要点进去, 或者是你直接连选这个标题的名字, 它就会带你进去全文的内容里面, 好了, 那你进来之后, 左边这里有一个侧栏, 它是一个快速跳转的功能, 一般而言, 我们进入一篇论文, 一开始, 首先会先看这个大纲, 你看了这个大纲之后, 觉得这篇文章, 我最有兴趣的是这个findings这里, 就是所谓的结果以及讨论, 你看到了这个之后, 你觉得我想要快速跳转去这个部分, 你就到左边的侧栏来点选,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它就会快速的帮你跳转到下面, 或者是你想要直接看结论也行, 你想要回到大纲也行, 那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是, 我们Emerald很贴心的功能, 你滑到这个大纲的下面, 一般的学术文章, 只要它是期刊学术文章, 基本上在大纲的后面都会有一个栏位, 叫做keywords, 关键词, 那我们Emerald非常贴心的, 把这些关键词都做成了搜寻的按钮, 你点选之后, 就可以直接进去这一个关键词的相关搜寻, 这个功能我非常非常推荐各位, 包括我自己在念硕士学位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这个搜寻参考资料有两大烦恼, 第一大烦恼, 第一个情况是, 我搜寻到的结果太多了, 我真的读不完, 时间没那么多, 那这种烦恼怎么解决呢? 刚刚我们已经跟各位说明了, 就是妥善地利用各种进阶搜寻, 还有筛选条件, 来减少你搜寻到的结果, 能精准地选到比较适合你的文章, 这样可以减少你浏览的时间, 这是第一种烦恼, 第二种情况正正相反, 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使用的关键字, 就是找不到适合我的文章, 好不容易找到了也只有一两篇, 这种时候啊, 很经常, 我找到了唯一那一篇合用的文章, 我要怎么拓展我的搜寻触角呢? 就是从那一篇文章的keywords里面, 去看这篇文章如果很合我用, 那也许有同样keywords的文章, 也会有同样合我用的结果, 我经常我的硕士论文的这个参考资料, 有很多笔都是靠这个keywords去拓展搜寻触角才找到的, 有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今天怎么不对劲吧, 就是想不到那个最精准的keywords, 那从这里各位可以获得搜寻的灵感, 这是我非常推荐使用的功能, 真的非常方便, 要跟各位强力的安利这个功能, 好, 那假使你觉得这篇文章跟你的研究要走的方向非常相近, 那这个时候我们Emeral在右边这里, 也推荐了一些相关的文章, 你可以直接连接过去看, 搞不好它会跟你的文章也有一定程度的相关, 或是你可能会需要用到它也不一定, 好, 那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功能大致上跟各位介绍到这里, 我来看一下各位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看一下, 如果是阿门科大的学生, 好, 我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有什么, 我看一下, 谢谢大家的参与, 老师好, 请问在家连结如何操作, 诶, 这个部分, 请问在家连结如何操作, 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学校的远端连线, 每一个学校使用的这个, 每一个学校使用的方式, 和每一个学校使用的软件不太一样, 所以等会儿我们请就是阿门科大的老师来跟各位介绍, 那请稍等一会儿, 一会儿会讲到, 然后, 这个, 孙老师, 或者我现在可以先讲一下, 麻烦你, 麻烦你, 其实刚才那个您已经说到了, 我们是怎么使用登录这个资料库的, 因为刚才您已经操作到, 就直接进到图书馆的那个主页, 是, 您可以, 对, 我把那个, 我把荧幕还给你吧, 我把它, 然后让你来跟各位同学讲一下好了, 好, 好, 同学能看到我的屏幕吧, 我可以看到, 都可以是吧, 那好的, 就是其实跟刚才您讲的方式是一样的, 都是先进到图书馆的主页, 就是library.must.edu.mo, 然后呢, 进来之后, 先有一个检索框, 然后这个检索框选到资料库, 资料库点进去之后呢, 然后就可以输Emeral, Emeral, 然后再点查找, 这个时候屏幕弹出来了, 就已经是Emeral的这个资料库了, 然后大家点这个链接, 进来之后就需要有一个登录, 这个是我个人的账号, 然后您如果是科大的学生的话, 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邮箱的账号和密码, 用那个大学邮箱的账号和密码点登录, 就可以使用图书馆所有订购的资料库的资源了, 不管你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任何时候图书馆的所有订购的资源, 你们都可以使用得到, 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是不是很清楚了, 看一下, 学生回答说清楚了, OK了, 那就行, 那我就再把屏幕敲给您, 谢谢, 麻烦你, 谢谢, 好, 那我把屏幕切换回来一下, 那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有其他的问题, 那如果各位就是在线上不好意思发问, 或者是你现在临时还没有想到问题, 非常欢迎你之后如果想到问题的时候, 写信到这萤幕上面显示的是我的信箱, 有任何跟Emerald有关的问题, 非常欢迎你写信来提问,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有的时候澳门写信来的中文的信, 会是呈现在我这里, 因为我人在台湾嘛, 会变成乱码, 所以呢, 有解套的方式有两个, 第一个方式呢, 是各位你就英文提问, 不知道为什么英文写过来的信, 就不会变成乱码, 那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解决的方式呢, 是你用中文写信, 但是你可以用截图的方式, 就你附图片过来, 那我看到那个图片, 我知道你是澳门兰的同学, 我用中文回信, 我也是用图片回给你, 就是希望这样子能够解决各位的问题, 然后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明天后天也有相关的, 由Emerald举办的讲座, 也非常欢迎各位来做参与, 好, 看一下哈, 没有其他有问题啊, 好像没有其他问题了, 那如果, 老师你好, 我想问个问题, 你好你好, 就是你刚才搜那个, 搜那个关键词的时候, 有一个二还有那个按的嘛, 然后就是因为我以前没这么试过, 就是说你用那个二和用那个按的, 搜索出来的结果不一样是吧, 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 要不我来给你展示一下, 好不, 我来看一下啊, 我来看一下切换, 把这个网页切换到网页上去好, 那现在各位应该可以看见, 我这个网页的图的图案了, 好, 我们来用一次这个进阶搜寻, 我把这个条件都设跟刚刚一样啊, print, 那一开始, 我最开始只搜寻, 普通搜寻print的时候, 总共的结果数是六万两千笔嘛, 那我们刚刚设定print and 3D, 然后两个都在title这里, 而且时间是2015到2020, 然后only contents I have access to, 这个结果是我们刚刚第二次设出来的结果, 总共有148笔,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设定or的话, 出来有几笔, 你看出来有453笔, 很明显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个and or not, 那个功能叫做布林逻辑, 这个布林逻辑各位, 推荐各位善用啊, 真的是搜寻突然的结果相差还蛮大的, 就是用得好的话很省时间, 那那个你讲的那alp和and的那个not, 你没讲, not它是, not我有讲啊,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说了, 如果设定not的话, 就是我要的就是纯print, 但是标题里面不含3D的,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一直看到3D列印挺烦的, 我不是那么科技, 我不是那么高大上的人, 我要的看的是传统的print, 普通的列印, 那这个时候你搜寻到not,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上会不一样啊, 结果就148笔, 这笔不一样的是跟刚刚的148, 是不一样的148啊, 是别的148, 老师你搜索出来这些文章之后, 我怎么知道这个文章, 它是不是SSCI文章呢, 从哪能看出来, 这个你要看, 这个跟你们讲解一下, 就是你点进去之后, 这篇文章, 点进去之后, 你SSCI要从这个期刊看嘛, 好, 你点进来之后, 每一篇文章标题下面, 会显示它是被登录在哪一本期刊上面, 这本期刊叫做The TQI Journal, 好, 然后你点进去The TQI Journal里面之后, 在旁边, 它会有这个期刊的About the Journal, 你点进去About the Journal, 然后这个就是那本期刊的专属页面, 每一本期刊都有它的专属页面, 如果它是SSCI的文章, 它这里会写, 或者是如果它是有被收录在Scopus, 里面的文章的期刊它会写, 像这个就是它有被收录在Scopus, 可是它可能不一定是SSCI, 对, 就是SSCI还有那个ASCI的话, 如果这个文章是SSCI, 或者是ASCI文章的话, 在你们这一点点到你这块的话, 都可以显示出来是吧, 就是它是以期刊为单位嘛, 因为SSCI这种东西是以期刊为单位, 所以你就是要到这个期刊的页面这里来找, 如果它有的, 如果它有的话会写, 您这篇文章不是SSCI是吧, 所以这个就不是了, 这个就是被收录在Scopus里面, 但是不是SSCI, 那有没有方法通过咱们这个页面搜索, 然后直接我只搜SSCI, 在你们这个榜单里面, SSCI文章有没有方法可以直接, 这个这个比较困难啊, 因为我们这个公司是英国的公司, 然后他们英国和欧洲, 现在有一个新的思潮兴起, 是他们希望读就是使用者, 读者和学者不要只看那个文章的排名, 他们希望就是每一篇文章都有公平的机会被看到, 就是他们比较高大上的理念, 所以我们总公司呢是希望渐渐的把这个排名的功能和排名的思维, 从我们的网上去掉, 所以我们有一直跟他们反映说, 我们亚洲这边的使用者还是很希望能够有你刚刚说的那种搜寻功能, 但是他们这边关于那个功能要不要回来, 还在评估当中, 只能暂时跟您说现在搜寻上面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的, 但是像我们每个学生啊, 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在有限的时间我们想找到最权威, 就是最有影响的那边那边, 那么我们怎么把它找出来呢? 这个部分呢, 我只能跟你说就是好, 我们回到Emerald Publishing的这个网站, 我跟你讲的这个答案跟你可能不会太满意, 但是我还是跟你分享这个搜寻的结果, 回到这个Emerald Insight, 不是Emerald Insight, 对不起,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这一个出版社的总网站, 左边侧栏这里有一个Journal, 你点进去Journal之后, 再点选Ejournal, 往下滑, 我们已经把我们旗下所有的出版的期刊, 根据领域分门别列出来, 你点选不同的领域, 我们现在以这个会计金融这个为例, 你点选进来之后, 往下滑里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 在这个分类里面, 我们旗下所有的期刊, 我们以AAJ这一本Journal来做范例, 我们点进来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跟刚刚一样, 是各个Journal它分别的页面, 那这里你看它就有impact factor, 然后它有side score的分数, 那你进来这个各个期刊专属的页面之后, 因为你从这个期刊的名字, 刚刚这个列表里面, 你从期刊的名字, 你一定能够大致上查询到, 它是不是跟你的领域相关嘛, 那我们回到刚刚这个, 假设你的领域是跟这个accounting, auditing and accountability, 有相关的这个领域, 那你就关注这本期刊, 你知道这本期刊里面之后, 它有一个table of contents, 那里面就列了, 它最新一期出的各个期数, 那你就只能够从这个, 每一期每一期下去慢慢找了, 我们暂时那个, 就是公司是不愿意把, 你刚刚说的那种, 按有没有SSCI的那个搜索功能, 加回来的, 因为我刚刚说了的, 这是他们理念上面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有跟这个, 就是公司做反应了, 我们说亚洲这边的使用者, 还是很需要这个功能, 希望他们能够加回来, 那这个部期还在评估当中, 所以我现在只能给你这种, 绕着做的方法, 就是请你见谅一下, 没事, 但是这要做的话, 就是如果像, 就最后讲这个方法吧, 就是我, 我是找这本杂志, 然后从这本杂志里边, 然后挨个翻, 你是以杂志为单位来找, 就不是以文章为单位, 但是这样的话, 这个效率就太低了, 因为这个杂志, 假如说我学电影专业的嘛, 假如这个杂志是电影那个杂志, 但是我要搜电影里边, 很细的一个小问题的东西, 但是它这本杂志, 它可能我要翻十几期, 它这杂志可能才翻到这么一篇, 我想找这个内容, 是啊, 所以就是, 这是现在, 在我们公司不愿意妥协的情况下, 我能够提供给你最好的方法了, 我们还在持续跟他们反应当中, 能不能设计一个小插件, 就只, 这小插件只适用于咱们亚洲地区, 哎, 我再跟他们反应一下好不好, 你的, 你的问题我肯定就是, 或者是,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回到, Emeral Insight这个电子资料库的首页, 这里, 你进入首页, 下面这边有个灰色的栏位, 这边有个Share Feedbacks, 有一个回应的功能, 那这里, 如果你有, 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 Report Box here, 或者是Share Your General Feedbacks, 我觉得你的问题比较适合这个, 你在这里, 你, 就是, 它会直接, 直接就是给你连接到你的email, 你在这里, 写一封email, 就可能要用英文的, 跟它反应说, 我需要这个功能, 因为我们内部反应, 被重视的程度, 跟你们使用者, 外部使用者的那个反应, 被重视的程度,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很想要这个功能的话, 我建议你外部反应一下, 他们会更重视这个声音, 好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那我来看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要看到有, 呃, 呃, 孙老师, 我看到有一个同学提出来说, 就是别的资料库的进入方式,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就是就我刚才的那个回答, 我想跟大家说, 这个所有图书馆订购的, 所有的资料库的进入方式, 都是一样的, 就是需要, 呃, 不好意思, 我先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好, 我来把这个, 它关掉, 我把我的, stop share, 好, 嗯, 是这样的, 就是只要大家从这个资料库, 图书馆的主页, 然后中间的这个资料库, 点这个资料库, 然后再点的, 大家看到一个黄色的这个字, 叫资料库导航, 然后进去之后呢, 所有这个里面, 图书馆的链接里面的这些资料库, 都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进入的, 除非就是说这个资料库, 它本身就是免费的, 然后不是我们图书馆付费来使用的话, 那它可能就是直接点进去就OK了, 如果要是我们是已经订购的这些资料库的话, 那它的登录方式全部都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都可以使用图书馆的资源, 嗯, 然后呢, 还有就是就刚才, 刚刚上位一位那个男生提到的问题啊, 因为你每次其实在培训的时候, 我发现你可能都比较关注ICI或者SICI这种期刊的排名, 其实呢, 图书馆有订vival science这样的资料库呢, 而且他们这个公司, 就是克里维安这个公司, 不好意思啊, 就是孙老师, 我可能在您的这个资料库培训的时候, 可能要提一下其他公司, 不会不会, 没有, 没关系, 能够回答大家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嗯, 好好好, 谢谢, 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他们本身的这个公司, 他们有一个每星期都会有很详细的培训, 其实我们之前图书馆也举办过这种相类似的vival science的培训, 但是因为他们本身公司的培训已经做得很好了, 然后培训师都安排的时间很忙, 所以我们图书馆就很难约上他们的培训师, 所以呢, 就他们就建议说, 我们如果学生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他们的那个网站上面, 去关注他们的相关的培训, 那我可以把这个他们培训的链接发给大家, 如果大家以后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他们的那个网站上面看一下他们具体有哪些培训, 就包括刚才同学提到的说, 就是你是人文艺术学院的嘛, 你可以关注一下他们4月21号有一个ICI, AHCI的这样的一个子库的一个培训, AHCI就是主要面向, 主要针对的就是人文艺术这个类型的一些重点的期刊, 就是进到SSCI的一些重点的期刊, 你可以稍微关注一下说, 哪些期刊是可以适合你来使用来阅读的, 我先把这个链接发到大家的这个聊天室里面, 是4月21号上午还是下午, 你需要再看一下, 因为我也没有进去再详细看, 因为这个是他们公司自己的, 就是你需要再注册一下, 那它是中文培训还是英文培训, 都是中文的, 那是内地的, 对, 然后刚才有一个同学提到说, 就是你查的那本Polish Film, 这本这个是书对吧, 我不知道你是在哪里查的, 怎样查到的这本书, 然后有可能说你查了这本书, 有可能图书馆并没有买, 所以你可能看到的就是不能下载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大概可以大概说一下说, 你是在哪里查到的, 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帮你去查一下说, 这个是什么原因你不能下载到, 或者说呢你可以发邮件到, 我之前已经copy给大家了我们参考组的邮箱, 或者联系方式, 是这个, 邮箱和联系方式, 你可以发这个邮件给大家, 然后这个邮件呢你可以提到, 你把你的这本书的详细内容, 然后写在邮件里面, 如果图书馆真的没有订购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文献传递的方式, 发给你这个文章的全文, 或者是书的一部分, 因为书它是版权, 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们可能就不能把整本书发给你, 我们会发给你书的一部分, 这样的信息, 所以也可以解决你的一部分需求, 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同学的问题, 我看到有一个学生Snow他问了, 可是这里没有分书籍期刊和案例研究啊, 怎么可以知道, 我有点就是, 我有点不知道这个问题是, 在什么时候问的, 所以我有点不太清楚, 你所谓的这里是哪里啊, 可以请你就是, 再说明一下吗, 老师, 我不是说您的这个, 您这个已经很清楚了, 我已经看到了, 我说就刚才杜老师发的这个, 就这个页面, 并没有看出哪一个是书籍, 哪一个是期刊, 您说的是图书馆的主页吗, 就是现在就您在这个屏幕上写的这个页面,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不会在, 因为它可能每一个库, 它既有包含书, 也有包含期刊, 所以我们就, 您可以看到说它的, 看一下有一个, 这个有一个类型, 如果您想看电子书, 那可能点一下它的这个各个的筛选方式, 然后电子书底下的这些库, 就全部都是电子书的, 就它也有可能每一个平台上面, 比如说像Cumbridge这个平台, 进去之后呢, 它我们图书馆既有定的它的期刊, 也有定了它一部分的图书, 所以呢, 其实每一个平台, 它有时候是比较综合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 对于某一个平台, 它是期刊类型呢, 还是电子书类型, 所以您可以直接从, 有一个筛选条件里面, 然后这边看它电子书, 那可能出来的有一些情台, 然后从期刊论文里面, 有一些是这样的平台, 就是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细分, OK, 您的意思说, 我是在相关的平台之上, 然后再细分, 对吗? 也可以先从这个导航系统里面, 先细分一下, 然后如果您要是, 比如说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平台, 进去之后, 它的平台里面可能还会有再有细分, 就是说哪些资源, 像刚才哪些资源是电子书, 哪些资源是期刊? OK, OK, 好的, 好的, 谢谢老师, 没事。 那如果, 暂时好像看到还没有新的问题,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写信到我的信箱, 然后记得用我刚刚说的两种方法, 任何之一, 来提问, 比较不会变成了嘛, 好, 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因为我已经就是多耽误了各位12分钟了, 所以我就不再耽误各位, 那各位赶快去就是忙自己的事情吧, 请各位说再见。 好, 谢谢孙老师, 就是我们这边图书馆还有一个调查问卷, 我的同事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调查问卷,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填写一下, 这样也帮助我们图书馆了解大家更多的需求, 然后这场培训的PPT, 我们会上载到这个链接里面, 然后这场培训的视频呢, 我们也会上载到图书馆的YouTube账号, 还有就是bilibili的账号里面, 如果大家之后还会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就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或者发email给我们都可以, 并且呢图书馆因为这段时间, 大家问题比较多嘛, 我们也建立了一个答疑的群, 然后大家可以扫一下旁边的这个二维码, 这个是我们一个Vcheck的一个群,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上面发问, 我的同事呢, 有时间的话就会给大家解答问题, 然后那就谢谢大家, 帮忙大家填一下这个调查问卷。 老师, 下一次培训什么时候? 哦对, 我也想再说一下, 就是明天和后天同一时间, 我们还会有两场, 也是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两场培训, 明天的那个培训呢, 是关于论文写作速成班的, 就是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些论文要怎么写呀, 我怎么样能够顺利的写出一篇合格的论文,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明天的培训, 然后呢, 星期五的同一时间, 还会有一个学术投稿懒人包, 这样的一个培训, 然后如果大家比如说关注说哪些期刊适合我来投稿, 然后或者成投稿率比较高的话呢, 可以关注星期五的培训, 也是这两场培训都是由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后两天再提出来, 然后之后呢, 我们还会有, 比如说像Lessis Nessie, 这个是针对法学院的培训, 是在下周二, 然后呢, 针对商学院的培训, Bank Focus这样的资料库的培训, 是在下周三, 然后尤其是比较重要的是Progress这样一个资料库, 就是因为图书馆有订购Progress Central这样一个大的资料库嘛, 它里面的内容很丰富, 各种类型, 就是我们会安排在星期四, 下周四, 然后怎样帮助大家写论文的, 有一个Refworks这样的一个论文工具, 是在下周五, 然后呢, 还有就是4月28号, 也就是下周二, 会万方资料库的培训, 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因为万方资料库是中文的比较, 万方和CNKI嘛, 都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资料库, 然后CNKI呢, 是在4月29号周三, 也是在同一时间,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中文资源比较关注的话呢, 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资料库的培训, 然后呢, 在5月11号, 有一个INSEIT和ESI的培训, 这个呢, 是主要针对于硕博士生, 大家如果关注说哪些期刊比较重要, 这个是一个期刊, 就是发表论文的一些, 比如说我的领域, 有哪些重要的热点问题呀, 我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研究发展的一些, 定一些方向啊, 就是可以关注一下5月11号这样的培训, 目前的图书馆之后的培训呢, 都已经排到5月份了, 所以如果大家之后想了解更多的培训, 可以再看一下我们图书馆的主页, 我们会把前一个星期, 我们就会把下一个星期的一些培训信息, 就已经更新在主页上面了, 欢迎大家随时关注一下, 基本上就是这样, 老师您说后天有那个学术投稿的人, 不知道他那是投外观期刊, 还是投中文期刊? 孙老师, 孙老师, 不好意思, 我刚刚那个静音了, 我忘了把它调回来, 就是这个学术投稿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主要讲是以我们Emerald的, 作为一个出版社来讲, 那里面的内容呢, 就是有一部分是放珠四海接准的内容, 那有一部分呢, 是比较偏向就我们作为一个商馆为主的, 人文出版社的内容, 那如果你有对这方面的内容有兴趣的话, 我还是推荐你来听一下, 只是这个里面讲的东西, 你就当作参考用, 并不是100%, 把它套用到你的领域上面, 就是说这偷稿主要是偷你们出版社是吧, 是这意思吗? 要怎么说呢? 就是我没有, 我不是直接讲说投我们出版社, 而是讲说, 这样吧, 要不这样讲吧, 将以人文科系为主的领域, 基本上我不是教你说, 手把手教你说你要怎么投稿到我们出版社, 我是告诉你说, 你在投稿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 要避开哪些事情这样, 那咱们出版社旗下有大概有多少种期刊, 然后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英文期刊? 全部都是英文期刊, 因为我们出版社规定一定就是英文, 那目前有310多本期刊, 所以它这分布领域也是和你这个网站上搜索, 这一共是12个领域都有是吧? 对, 期刊的领域是那样, 那书的领域会稍微多一些, 但是书可能就比较不是你们这个阶段的学生会关注的出版方式, 所以说就是你一开始讲解的时候, 你把你们网站一打开之后, 它上面一共是12个圆圈, 就是代表12个技术学科, 什么有商管的, 还有什么工程的, 还有医学的, 就是说你这12个图标, 都是搜索你们出版社的那个期下的文章, 是这意思吧? 大概是这样, 哦, 明白了。 好, 那是, 我看到同学又有提到说明后两天的培训, 其实我们已经发布在图书馆的那个主页上面了, 图书馆的主页上面一进到首页就能看到这个培训了, 然后上面点进去之后详情就能有它的Zoom的具体的号码, 大家到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可以直接进来听,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基本上我们的培训, 如果就是培训师同意我们录像上传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都会把它上传到YouTube或者B站上面的图书馆的账号里面, 当然有可能, 因为之前我们也遇到过就是有些培训师或者是公司的规定, 他因为版权的问题, 知识产权的问题, 他不愿意让我们录像或者分享PPT, 那我们可能也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上传了, 如果大家能在那个YouTube或者B站上面能看到的视频, 那基本上就是可以允许我们录像的, 我们都会上传上去, 然后很高兴的跟大家去分享,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学一些知识。 孙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你们旗下的这些300多种这个期刊杂志都是你们独家所有的吗? 还是说和别的数据库, 比如说外包无散的和别的数据库可以用交叉持有的这种关系? 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个出版社的, 就是由我们出版的期刊一定都会在我们的这个Emerald Insights的网站上面, 那别的那种综合型的数据库, 他如果跟我们买了使用权, 他可以, 你也可以在他们的网站上面找到, 但是就是我们出版社自己的网站上面会有一个所谓的Embargo, 我不知道这个Embargo中文要怎么翻啊, 我给你解释它的意思, 主要原因是就是他最新的文章一定会在我们自己的网站上面放一段时间之后, 才下放给那些租用的使用者, 所以你要最新的东西一定是到我们自己的网站上面来找, 那在那些综合型的数据库上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东西, 但是它是给我们租用的, 而且会稍微慢一点。 所以说这311一种期刊都是咱们出版社独家所有的期刊, 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 那咱们这个出版社实力也太强大了, 咱们这么有钱, 你能给咱买一只一家期刊发工资。 而且同学跟你特别提一下, 就是图书馆订购的Embargo的这个平台, 我们是订购的全库,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平台上面所有的期刊, 然后期刊全文, 最新的期刊全文还有就是电子书。 电子书图书馆也是买了的, 所以这个平台上基本上大部分的内容, 同学们都能看到全文的, 是这样的。 好,请问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明天再见咯。 好,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明天继续向孙老师发问。 好哟,大家再见,拜拜。 好,谢谢大家, 谢谢孙老师,拜拜。